人不好貌相 有錢人都不一定要宣金大人 內地有個80歲的婆婆 穿著價值15元人民幣的鞋 去銀行轉賬300萬人民幣 職員見到這麼大的錢 怕婆婆被人騙 所以就報警 但想不到就因為這樣 揭開了這個婆婆驚人的身份 原來她是內地第一代的女兇港兵馬玉 參加過解放戰爭和抗美援朝戰爭 跳傘超過140次 據報原來馬玉和丈夫年輕時 一起埋手科研 結合跳傘經驗發明了充氣護滑 和單兵高原供養背心 減輕時病受傷的機會 獲得國家發明專利 目前這兩款專利產品 仍然在部隊中廣泛使用 隨著科研工作越來越多 他們還申請了不少專利 而部分已經鑽樣獲利 加上截獻生活 最終他們就儲了1000萬人民幣 馬玉在2018年9月和2019年4月 就將畢生的積蓄1000萬人民幣 分兩次全部捐給家鄉